融接這個工序因為用到火 所以在課室進行融接的時候 大家都會換一件防火製火 只不過這天學校安排給Mika的 是小型的融接體驗,非常簡單 所以穿兩隻防火袖就可以了 這是體驗 其實是一年生最最初的訓練 我想要做這個 學生也同樣的授業嗎 對 我現在準備學習如何把鐵管融合 不過在正式開始做 我可以做一個體驗前 老師說有一個比較難的步驟 他會先處理 然後才到我去做 首先用來電子電子 在自動電子電子電子的圖面 有這種接合的嗎 可以把這張圖片列出 是 為了把兩條鐵通 可以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就要用這些圖紙 然後這樣巾起來 是 貼上去之後就看到有條線 我們沿著條線去做就可以了 現在就把尖尖的刀磨滑 沒有,現在就完全不動了 現在就可以開始融結了 我現在就準備把它們黏起來了 老師,現在切得剛好 一條縫都沒有,可以完美地融合 這是銀材料的 這是銀材料的 銀材料 銀材料的鋁材料 現在已經混在一起 但是自動車身上 有強度和強度 有強度的地方 所以把鋁材料放在一起 我會把鋁材料放在一起 我叫你很難 因為他不斷發出小型爆炸聲 所以他有點害怕 因為正常燒焊的時候 應該不會有那個聲音 但是因為那天我們關了火器 所以他再開的時候 剛好過一段時間 就是偶爾會突然而其內的鋁材 所以我就… 就是這樣 對,把鋁材料放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條金屬 去接駁它 這個三角形的前方位 這條鋁材料放在一起 可以嗎 即是那條金屬棒和火槍 最中間的一點 是要同時連著動… 但其實可能… 大哥,那條金屬棒 不是我的手指 不太容易控制到 我拿著一條棒 它是… 不是我想它 碰到哪個位置 就碰到哪個位置 所以其實我單單拿著 左邊那條金屬棒 我已經覺得要很專心地看著它 同時還要控制一支火槍 我發現原來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應該可以從這邊的方向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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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這個樣子 然後用自動車做 其實火力只有一點 你要放在最中心的點 剛才放在中心點 並不容易 而且如果放太久,它就會焦 但放太遠,它就不會溶 因為剛才有些位置 我動得太快,所以不夠 所以我們最後再放在中心點 所以現在看上去就是這樣 我現在對做單車的人 滿懷感激之心 現在腦海裡還有一片恐怖 我沒想過自己第一次燒汗 算是燒了一半